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全球最大晶片代工厂台积电,十月营收,自今年二月以来,首次同比正增长。 报告显示,十月台积电合并营收为2432.03亿元新台币,环比增长34.8%,较上年同期增长15.7%,而这也为台积电,自今年二月以来,单月营收首次同比正增长。 有分析师认为,半导体行业拐点到了。台积电台股股价11月中旬,一度涨于4.1%至580元新台币,为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。 分析师认为,这也可以看出,全球晶片市场似乎正逐渐从低谷中复苏。 受此消息提振,台积电美股,此前也收涨6.35%,创下5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。 今年十月,台积电预计第四季度的收入和利润,将继续高于当前分析师的预期。 这种相对乐观的指引显示,台积电认为,半导体市场的拐点就在眼前,已经开始看到手机和个人电脑需求趋于稳定的迹象,人工智慧领域的需求将是其长期增长的助推计。 台积电透露,AI应用仅占其收入的6%,但预计未来5年这一细分市场将以平均每年50%的速度增长。 最近几周,英特尔和三星也都认为,晶片行业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,三星第三季度营收同比下滑12%,但净利润5.5兆含元远超预期,关键晶片业务亏损大幅收窄,三星交出了今年以来最好的成绩单。 三星表示,记忆体晶片市场有望复苏,预计2024年DRAM需求将增加。 三星记忆体晶片高管Tim J.Joon表示,他们认为目前的复苏势头将在明年继续下去。 当前市场对台积电CoOS需求旺盛,除辉达已经在10月确定扩大订单外, 苹果、AMD、博通、Marvel等重量级客户,近期同样大幅追单。 媒体称,台积电为应对上述五大客户需求,已经在努力加快CoOS先进封装产能扩充脚步, 预计明年月产能将比原目标再增加约20%达3.5万片。 业绩人士分析称,台积电五大客户大追单,表明AI应用已经遍地开花,带动AI晶片需求爆发。 据悉,辉达是目前台积电CoOS先进封装主要大客户,几乎包下了六成相关产能, 包括H100、A100等AI晶片都有应用。 辉达执行厂黄仁勋11月表示,台积电是他们的未来,今天没有任何公司,放眼历史上也没有人, 它的广度和影响力可以和台积电比拟。 与此同时,AMD最新AI晶片产品目前也正处于量产阶段, 预计明年上市的MI300晶片将采SOIC及CoOS等两种先进封装结构。 除此之外,AMD旗下赛林斯也一直是台积电CoOS先进封装主要客户。 随着未来AI需求持续增加,赛林斯、博通等公司同样也开始对台积追加CoOS先进封装产能。 魏哲家曾指出,客户要求增加先进封装产能, 并非因为半导体先进制程价格高的问题, 而是客户更有提升系统效能的需求,包括传输速度、降低功耗等因素。 而短期内,台积电面临的问题是,如何提高产能以满足AI快速增长的需求。 由于CoOS先进封装产能吃紧,AI晶片出货量受影响。 随着晶片尺寸不断缩小,找到更智慧的方式将不同类型的晶片组装在一起也变得越来越重要。 特别是对于像AI这样的需求非常高的应用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曾称,他们在2024年底前仍将增加一倍CoOS产能, 但总体产能其实高出一倍以上。 从2023年到2024年,因为客户需求非常高,甚至到2025年。 其在上回法说会时还表示,目标CoOS产能倍增, 虽然目前受限供应商产能限制,仍预期明年底渴望达成扩充一倍。 2025年持续扩产,而五大客户大追单,透露AI应用遍地开花, 带动GPU和AI加速器、IC需求、广达、伪创、维影、音叶达等AI伺服器供应链受惠。 光电协进会,一名特约研究顾问认为,AMD或者是辉达, 明年在人工智慧相关晶片的领域,都会高速地起飞, 人工智慧伺服器的组装厂商,当然也是一个受惠概念的族群, 明年的就是手机的部分,其实也会出现一个网上反转的状况, 研发科更高通,甚至是苹果的话,都会持续采用台积电, 300米制程,而在先进封装的话,也会用散出型的高整合封装。 台积电扩增CoreOS产能,业界也看好, 将推升先进封装设备协力厂的出货动能, 在手订单,只打明年上半年。 不过,AI伺服器代工厂先前公开试景, AI晶片短缺,是造成现在AI供应链出货动能受压抑的主因。 供需平衡可能得再等一段时间,营收贡献将逐渐显现。 台积电目标是明年将CoreOS的产能提高一倍, 但实现这一目标还取决于其设备供应商的能力。 由于CoreOS设备交期依旧长达8个月, 媒体称,台积电11月已开始改装设备, 启动整合擅出型封装info改机。 另外,EMD下一代晶片核心架构三五C的代号, 或将为Permitius。 该晶片预计将采用三星4nm和台积电3nm工艺节点。 有分析师统计LinkedIn上大量员工简介及负责项目后发现, AMD下一代处理器IP所运用的制程技术中, 包括台积电N3制程及三星4nm制程。 截至目前,AMD都是一直依赖台积电进行生产。 除此之外,泄露的讯息还提到了一个全新的代号,Permitius。 之前的讯息显示,三四的代号是Persephone, 三五是Nirvana,三六是Morpheus。 据了解,三四C核心的代号为Dianysus, 因此,三五C核心代号为Permitius的可能性很大。 据悉,AMD三五和三五C核心架构将是2024年至2025年的重大产品。 它们将为一系列设备提供支持, 包括Strix Point的Ryzen笔电, Granet Ridge的Ryzen桌机和Turon的EPYC伺服器。 此前有报道称,AMD可能会将部分生产转移给三星, 并利用其4奈米工艺技术,但具体交易规模尚不清楚。 最新消息称,AMD可能会使用三星代工厂进行测试或某些IO晶片, 但目前的报告表明,AMD不太可能在三星4奈米上生产任何主要IP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